字幕 李宗盛 抽手臂 腹乳 還有後背 還有做墊 主要是因為 我不管怎麼減肥 可能其他地方都變瘦了 但是手臂看起來就是粗粗的 然後也很常被人家說有媽媽手或蝴蝶瘦 所以就想要靠抽脂手術來改善這個問題 對於手臂漏漏這個問題 我也找了很多方法 有做一些運動 然後也有做體雕 之前也有抽脂過 但現在就是有點凹凸不平 然後做了這麼多運動 好像效果也不是太好 我會選擇顯微套管是因為 它的恢復期短 然後塑身衣也只要穿兩個禮拜 因為我本來就是穿不住塑身衣的人 所以我想說選擇這個顯微套管的手術 對我來說會方便很多 希望我術後可以不用再 為了這個手臂或是後腹乳一圈一圈困擾 然後也希望我可以在工作上面 可以更有自信 我們今天要做的手術是手臂抽脂的部分 那其中包含我們看到的腹乳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手臂的線條 其實在這裡看起來線條是有不平整的現象 我們希望說手術丸的部分 能夠讓手臂的線條更細緻 那同時把這個穿衣服會擠出來的前腹乳 跟後腹乳的部分做一個修飾 讓這個突出物在內衣穿起來之後 不要有太明顯的團塊堆積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今天要抽的範圍是比較小區塊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選擇用微創的方式 希望傷口能夠越小越好 那小微套碗抽脂基本上來說 我們就是希望藉由小傷口、小器械 達到一個相對來說更好的線條的修飾 那這樣子的操作對於恢復上來說也會比較快速 那比如說像我們今天要做的手臂加腹乳的抽脂來說的話 塑身衣的穿著基本上時間就可以縮得比較短 大概一週到兩週看瑜伽走脹消退的速度來決定 我們是不是需要再做塑身衣的穿著 那因為穿著的抽脂管相對比較粗 那我們用了比較細的抽脂管之後 傷口相對來說就可以縮小 大概縮小一半左右的大小 那同時我們今天呢 會配合上所謂的超能電漿的操作 我們抽脂完之後體積沒有了 可是皮膚鬆弛的部分呢 就會藉由電漿來做一個皮膚緊實的效果 電漿呢它是藉由液態氦氣的激發形成電漿 同時那個液態氦氣會有冷卻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瞬間到高溫 讓自己的組織做收縮的動作之外 同時旁邊的氣體做冷卻的效果 基本上就可以減少這所謂燙傷的部分 HELLO 大家好我是YuYu 我是做顯微套管抽脂手臂跟腹乳 還有電漿 然後目前是漱後半年 漱前我就是感覺上半身比較勇走 不管怎麼減肥 手臂都感覺還是肉肉的 那目前漱後就變得比較緊實 也比較纖細 就可以穿細肩的小背心了 漱後我覺得很有差的就是 我拍照不用再修圖了 而且夏天可以穿得很清涼很性感 術後的修復期的話我覺得就只有第二天第三天比較不舒服 腫脹 痠痛 但第三天之後我就覺得還好了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其實我在之前就有來過教主做過手術 然後也在術前我其實就做過很多功課 有看過很多教主醫美的案例很豐富 然後吳醫師他也非常的親切 跟吳醫師諮詢之後也讓我覺得他很細心 也很懂得知道我的訴求 所以最後就決定在這邊做手術 那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來到教主醫美 在這邊做手術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